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四眼文的佛牌教室 那今天我们不谈佛牌 我们来谈一个就是泰国佛教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那就是首下节 那首下节呢,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呢? 因为我们最近在办一个配合即将来临的首下节的一个筹款活动 那我就发现到呢,其实很多人对于首下节这个名称呢 似乎有一点陌生 于是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呢 我要让大家明白到底它是什么 于是呢,我们就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 希望大家了解什么是首下节以及解下节 那在我们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广告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视频达到200站以上的话呢 我们将会送出一枚价值1000马币的佛牌作为抽奖 给在视频底下留言的朋友 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将会送出一枚由 瓦巴巴拉带所出塔的龙泊银佛牌 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安排一个特别奖 就是如果你看到视频上方出现一枚新数字的话呢 你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说出答案 我们将会送出额外的三份安慰奖 就是来自龙泊白瓦斯扫网阿龙的四面佛三枚 所以请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的活动 手下节呢 其实就是生女会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呢 选择一个地方 就是驻扎在那边三个月不离开那个修行的地方 而生女们呢 就借助这一个时间段呢 互相的讨论 跟互相的去钻研佛法 那这个习俗呢 据说是在佛陀的时代就开始有流传了 因为七月中旬的时候呢 被认为是一个开始万物茁壮生长的一个季节 要收成的季节 那当时候呢 可能就有很多的一些爬虫啊等等的开始出来 那佛陀认为呢 如果生女去进行苦行的话呢 可能就会采到这些肢长的一些昆虫以及花草树木 然后造成一些破坏和杀生 于是呢就告诫生女们呢 三个月的时间呢 停留在一个地方呢 在那个地方手下 然后互相的交流佛法 以及清静的修行 在手下节期间呢 泰国的民众呢 他们也相信 如果我们能够持戒 就是不饮酒啊 然后让我们自己能够保持清静的话 也能够净化我们的灵魂 然后呢 让我们自己带来更多的好运气 以及带来更多的福报 所以呢 整个手下节的开始呢 整个泰国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 那一直呢 到三个月之后 手下节结束 就是靠叛杀结束的时候呢 还有奥叛杀 就是解下节 而到解下节的时候 也会有另外的圣诞的活动呢 来迎接生女呢 重新的从手下节步入出来 又可以出外修行的一个整个流程 而整个手下节和解下节呢 维持是三个月 而很多的生女呢 是非常看重这个 为什么看重这个呢 因为生女 他们泰国出家的话 是以攀杀来计算的 就是说 他们经历过一个手下节 那就算他们出家为生一年 所以 一般上说 这个生女 他为生二十年的话 其实就是他经历过了 二十个手下节的意思 那配合今年二零二二年的手下节呢 我们也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募捐的活动 就是我们为 龙普贝 沃沙王阿隆 这位师傅呢 去筹款 购妙地的一个活动 因为师傅呢 他为了扩建寺庙 那购下了一个价值三千万泰铢的一片庙地 而现在呢 还在筹款去偿还贷款当中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手下节的一个活动的话呢 能够为师傅筹的一些款项 尽一点免利 那如果有兴趣要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朋友呢 可以联络我们的专业 Pi Amulist to You 那在我们专业的话呢 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告诉大家 更多关于这个 捐妙详情的 那个整个配套 以及随缘乐捐 也是非常的欢迎的 那希望大家呢 借助这一次手下节的一个活动 也能够为自己呢 去增添多一点福报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 简短的就到这边 那希望大家呢 通过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能够了解到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那靠潘萨 以及奥潘萨的一个典故 那也希望大家 能够继续为我们的视频 点赞分享 让更加多人知道 这些非常好的一些 泰国佛教的一些知识 所以呢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